四害之首的老鼠从古至今 都是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它们不仅会偷吃粮食 啃食加剧 还会传播各种疾病 古时候医疗条件落后 异常鼠疫往往会导致大量人死亡 人们对老鼠几乎是恨之入骨 但是在世上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老鼠 它们体型非常巨大 几乎可大一米 它们不同于普通的老鼠 不仅不会给人们造成伤害 每年甚至还会拯救数万人的生命 这种巨鼠到底有什么本领呢 为什么它们和其他老鼠不同 能拯救人类的生命呢 这种老鼠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鼠 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地区 被称为非洲巨鼠 也称为非洲巨囊鼠 它们体型可达91公分 身体轻盈敏捷 和普通老鼠一样 它们也非常贪吃 并且食物来源非常广泛 蔬菜水果昆虫等等从不挑剔 它们的食量也比较惊人 视力却比较差 但是嗅觉非常灵敏 它们生性安静 不仅如此 这种巨鼠还非常的聪明 非常适合做一些重复性工作 正是由于这些属性的加持 使得它们可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非洲除了贫苦落后 还经常发生各种战乱 由于这些地区战事不断 土地中埋藏着大量的地雷 据统计 每年由于物彩地雷 而死亡的人数可达1000以上 而非洲巨鼠的出现 改变了这种局面 由于它们生性安静 贪吃 嗅觉灵敏且聪明 于是 人们可以轻松地将它们训练成 优秀的扫雷尖兵 只需要每次让它们 嗅一嗅地雷的气味 然后让它们寻找 找到后给予食物奖励 如此往复 训练九个月后 它们便可投入雷区 寻找炸弹 轻盈敏捷的身体 加上灵敏的嗅觉 不仅可以让它们 肆意在雷区穿梭 而且可以发现 深埋在地下的各种地雷 简直就是行走的探雷器 并且精准率非常之高 可以说 凡是经过巨鼠 嗅探过的区域 就可以保证是安全的 有一只非常有名的 非洲巨鼠 它叫真川 在柬埔寨服役了整整五年 这五年时间里 它为柬埔寨的排雷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它的服役期间 排掉了71颗地雷 以及38枚未引爆的炸弹 目前 真川已经是七岁的高龄 而非洲巨鼠的最高寿命 也不过八岁 这意味着 还有一年 真川就要面临老死 为了表彰真川 为人类排雷事业 做出的贡献 英国还专门为它 制作了一枚精致奖章 这可是动物界 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此之外 它们还是优秀的 病毒诊断医生 据统计 由于非洲贫困地区 医疗设施非常落后 每年都有将48万人 死于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 净化验等方式 可以甄别患者是否感染疾病 但是这种效率很低 并且费用还十分昂贵 因此 非洲巨鼠再一次展现出 它们出色的嗅觉 与训练扫雷的方法类似 只需要提前让它们 熟悉病毒的气味 之后将带有病毒的样本 与其他普通样本混合 当它们寻找出 病毒样本后 就给予食物奖励 如此训练一段时间后 只有训练有素的非洲巨鼠 可以在十分钟内 完成一个合格化验师 一整天检测的工作 在这些巨鼠的帮助下 医生们的工作效率 提高可40%以上 使医生能尽快 帮助人们治疗病痛 前提防止病毒扩散 因此可以说 它们每年可以挽救 上万人的性命 现在有专门的机构 训练非洲巨囊鼠排雷 每年可以向外输出 30至40只经验丰富的 非洲巨囊鼠 参与排雷工作 这些非洲巨囊鼠 大多数都来到了柬埔寨 莫桑比克等地雷重灾区 所以任何事情 都是多方面的 看怎么去利用好的一面 比如 除了这种巨型老鼠之外 被用作科学研究的小白鼠 对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 好了 本期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请记得点赞和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